那目前这个系列所在售的鞋款呢是由Premix Adius Pro 3 代 Adius 7 Takumisen 9 代 Adi-Zero SL 和这一双刚刚推出新配色波士顿11 这一期我们要讲的就是 阿迪达斯的赛车部门 Adi-Zero 它呢代表着速度 代表着突破 也代表着胜利 显然如果我们把阿迪达斯所有的胜利加到一起的话 那这个数字将会是庞大的 而且几乎无法去计量 但是我们的脑子里一定会存有那些胜利的瞬间 它会在我们的脑子里不停的闪烁 我想那才是真正的 胜利中的胜利 那你现在脑子里的画面 是什么 那我桌上现在的这舞中 Adi-Zero Adius Pro 3的 Release Week Pack 就是阿迪达斯他想去纪念的那五场刻骨铭心的胜利 这五场胜利全部都是阿迪达斯所去创造过的世界纪录 世界军军包括对自我的突破 那我们先看这两双啊 一双是煎变粉一双明黄 那他俩其实是近期阿迪达斯粉丝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吧 反正一看到他俩的配色马上是就能够联想到他们的圆形鞋 也就是明星动员坎迪和佩雷斯啊 在2020年啊 穿着刚刚推出的Adius Pro一弹 是分别打破了女子和男子的半程马拉松世界记录 那当然两名预动员前前后后又不是拿到了多少冠军 但为什么要单单记录2020年这两场呢 那以佩雷斯为例 那2020年以前呢 佩雷斯还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长跑运动员 那2018到2019年这两年之间 我们也都知道 阿迪达斯在马拉松技巧运动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所以2020年 阿迪达斯呢也是憋了很久的一股劲啊 需要去爆发 需要一场胜利 也需要去释放 所以也就在这一年 阿迪达斯呢 推出了他的第一代 Adius Pro 那佩雷斯千秋也在这个时候 调整到了他的最佳状态 那他们相遇之后 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那佩雷斯在穿上了Adius Pro之后呢 也好像是开了挂一样了 先后赢下了瓦伦西亚 东京奥运会 紐约马拉松和波士顿马拉松的冠军 那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位新进的马松女王的 加冕之路 那这也是为什么 2020年值得被去记录 因为他不仅仅是佩雷斯和坎迪的突破 更是 阿迪达斯在那个时间段 自我的突破 那这双绿色呢 确实会给人一些奇异 很多朋友以为他是一个 波士顿城市的别住 那因为绿色确实和波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这双鞋和波论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但他是为了纪念2011年 杰弗里木塔伊啊 以2小时03分02秒完成了波士顿马拉松 不仅破了当时的赛会记录 也破了世界记录 那这双蓝色波点呢 很多人看着有些陌生啊 但这个记录离我们倒是不远啊 207年也是马拉松的名将 玛丽凯塔尼啊 在伦敦以2小时17分01秒破基录的成绩完散 那破基录当然很精彩 但这次比赛最精彩的莫过于 赛程过半之后 凯塔尼独自领跑了20公里 把那个孤傲的英雄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啊 伦敦战之后 凯塔尼也完成了他的封神之路 这五双的最后一双呢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双啊 白色鞋身加上三条红色的鞋盖披在鞋侧 鞋根呢还有首签文字 to run is to live 简简单单几个单词 但里面所蕴含的内容 可能真的需要一生去解读 那说这句话的人呢 就是马拉松第一夫人 格雷特·韦兹 那他本人就是在用他的人生在诠释着这句话 那这种鞋的配色正是为了纪念他 1979年以2小时27分30秒 成为第一个打破2小时30分大关的女性 而且一并打破了他当时所创造的世界记录 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之中 女性啊不要说是马拉松 就算是基础的运动 都是不被人所去推崇的 所以这种鞋的背后不仅仅代表着万千像格雷特一样热爱运动的女性 也不仅仅只是记录那些突破的成绩 它更多的意义在于挑战了当时男权社会之中 那些绅士们的傲慢与偏见 那如果你有心真的可以去查一下 马拉松第一夫人格雷特 是非常传奇的一位女性 在80年代激励了一代人 也是一代人的偶像 那上面这种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所以我也作为开场介绍给大家 那他们也是纪念着阿迪达斯在跑步这项运动之中的精彩瞬间 那其实我们现在才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了阿迪ゼロ的宇宙 那第一个问题 阿迪ゼロ是如何诞生的 那时间就要拨回到2004年 那个时候阿迪达斯想研发出一双可以进一步突破人类极限的炮鞋 那一双可以重新定义速度的炮鞋 于是阿迪达斯邀请到了日本传奇的鞋品设计师大森敏明来去主导研发 这款鞋 2008年9月28日 哥布雷塞拉西穿了一双明黄色的 阿迪ゼロ 阿迪达斯1 在柏里马也两脚时零三分59秒夺冠 那也是人类在马拉松历史上第一次跑进204的大关 从那一刻开始也开启了阿迪ゼロ的绘画 那之后帕特里克马卡乌和威尔逊吉普桑也是穿着阿迪ゼロ 阿迪奥斯分别以20338和20323先后刷新记录 2014年丹尼斯吉米托还是在柏里 穿了一双红色的阿迪ゼロ 阿迪奥斯Boost二代把人类的马拉松极限带进到了202的时代 那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我们见证了阿迪ゼロ系列的发展和一步一步的走向巅峰 那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阿迪奥斯也并没有让阿迪ゼロ停下他的脚步 从2020年阿迪ゼロ 阿迪奥斯Pro一代的推出 那阿迪奥斯也在凝聚的表态 在碳时代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态度 那阿迪ゼロ系列也形成了自己的矩阵 那下面我就来梳理一下 那目前这个系列所在售的鞋款呢 是由Primex 阿迪奥斯Pro三代 阿迪奥斯7 他空米森9代 阿迪ゼロ SL 和这一双刚刚推出的波士顿11 那我们先看这双Primex 那它呢是凌驾于所有阿迪ゼロ鞋款之上 而且呢 发现整个市场 它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因为它拥有前掌双推进系统 从中底的拆页图呢 就可以看出啊 除了五根模仿人体脚骨的 Andy Roots的碳柱 还有三片更贴近地面的 Energy Blades的碳刀 那后跟还安置了一块其稳定作用的碳纤维稳定片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套啊 复杂的中底系统 所以它的中底厚度也来到了 史无前例的前掌40毫米 后跟50毫米 那带来的就是它精英级别的驾驭门槛 那Adios Pro一代和二代呢 我们真的相当的熟悉了 和运动员一起 他们创造了很多的这种世界纪录 那说到最新一点 Adios Pro也就是第三代 那我手上正好是刚刚到了 一个上海半城马松的礼盒 我再次看一下 那这个礼盒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跟大家去聊一下它几个 非常有意思的设计 那首先是这个盒子的顶部 印着Adizero Made to Win 非常的有气势 然后就是侧面 这边是有一个上海半城马松的路线 因为这个盒子本身就是 上海半城马松的一个礼盒 那这向右下角呢 这边咱们还可以去填 比如说它是写着 住谁谁谁 一准拿下 你这边呢 咱们可以写 比如上海半马 写在这 如果咱们一旦完成了 那真的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啊 那这个礼盒真的只是刚开始啊 就是Adiz在今年这一年 可能会为我们这些跑者 做更多的这样的礼盒 而且呢 会为不同的赛事 定制不同的礼盒 那就比如说 可能你要去跑波士顿 那阿里亚斯呢 就会把在盒子侧面这个线路呢 变成波士顿马松的一个线路 那里边呢 一样你可以把你的后马步 替换成波士顿马松的 然后整个这一年 比如说 咱们参加了五六场 我们都用这样的盒子来纪念起来 然后这一年结束 把五六个盒子摆在一起 那个方面我现在想起来 都应该会很开心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双鞋 那能破掉这么多的记录 那阿里亚斯Pro肯定是有很多独特的设计 那首先就是这五根模仿人体脚骨的Energy Roots 碳纤维柱的一个设计 和碳板相比呢 碳纤维柱的优势在于呢 相等的体积下啊 韧度要更强 那它还有一个碳板无法实现的优势就在于 碳柱是可以最小程度的阻隔 上下泡棉之间的联系 它能够让泡棉工作的整体性更好 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这个Lighter Street Pro泡棉的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记录依然被这双鞋不断的在刷新着 那这一代设计呢 改用真的还挺大的 不仅是中底模块化切割 更加的符合落地的压力分布 那整个中底呢 也是加宽了 那之前半涨的Energy Roots进化成了现在的全涨 让整个中底的跑动质感 推进力和稳定性再次的提高 而且这一代呢 也是穿着过整个三代之中 舒适感和稳定性最好的 那当然这并不是这双鞋的一个目标性能 但是可以补强整个木桶水位的高度 那Adios和Takumi Sen的定位区别在哪 那在Takumi Sen八代推出之前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两个的细微区别在于 Takumi永远要比Adios更加的激进一些 那我个人确实是Takumi的铁粉 而且随着Takumi Sen八代的推出 那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因为更加极致Takumi Sen加厚了 也塞进了五根探柱 咱们先不管三村人司老爷子 会不会去掀桌子 但是这双鞋的性能 确实妥妥的提升了 那全新的Takumi Sen的定位 和Adios距离感 确实更大了一些 那整个设计理念和跑动的感受 确实更符合现代的 10到15公里左右 速度训练的标准 所以他俩都还是很好的速度型训练的跑鞋 那Takumi Sen呢 我会把它呢 更多的安排在公路 这种宽阔笔直的街道 或者呢 是有这种剑步道的公园 那这些道路能够更好发挥出 它的一个优势 Adios Sen呢 我会把它安排在400米的跑道 做这种间歇型的训练 那扁平低矮的中底 在塑胶跑道上呢 是可以更好的去发力 也可以更好的掌控弯道 那波士顿其实我们很熟悉了 那他也是Adios的老成员了 那很多人呢 其实是不知道啊 他和新来的这一款Adios SL 定位有什么区别 那我来呢 告诉你 那首先 他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波顿11 他的定位永远要比SL要高 无论是价格 还是他能够承担的这种训练强度 那就拿我手上这双 全新的波顿11上海配色来说 那么先看看他的设计理念 他是以春笋冒尖为设计灵感 这个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 会借用这种笋生长的方式 就是在成功之前 他真的要不停的冒尖 不断的去突破自我 让自己成为整个竹林之中最高的内阁 才能够获得充足的阳光 那节节高升这种赞美之词 也是由此而来 那这次Adios用这个寓意和波顿11 联系在一起 真的还挺契合的 而且又是在上海半马开赛之前 了解了他的寓意之后 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的跑者 想穿这双波顿11的上海配色 跑一场节节高的上海半马 作为开年的首秀 为今年打下一个好基础 寓意不错 我们来看看配置 那整个中底的上层 它是顶级的Lightstrick Pro的泡棉 那下层则是普通的Lightstrick 那整个前掌的发力区 依然是有Engine Roots 而且是五根这种棕色涂装的碳柱 那后跟和整个家族大哥一样 是有一个其稳定作用的碳纤维片 那中底是典型的竞速跑鞋 这种三明治的结构 它能为跑者提供更多的能量辅助 那外底依然是马牌橡胶 在橡胶的纹路上 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五根探柱的走向 鞋面是轻质的攻撑网布 对脚印的锁定很牢固 跑动的感受 就是鞋中并不是它的优势 那上脚的存在感还是有的 但跑动中鞋子带来的这种能量反馈 和扎实的跑动质感 对于半马内的训练或者比赛 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的 那SL呢 它是纯纯的一个训练鞋 真的不推荐比赛去使用 那整个中底呢 都是Lightstrick泡棉 而且没有探柱 那只有在前两个发力区呢 是有一个长方形的Lightstrick Pro的泡棉填充 那整个的配置真的就很经济 售价当然也挺经济的 是整个RDZERO售价门槛最低的一双跑鞋 那它更多的是作为日常低强度 对速度有一点点要求 这种训练的跑鞋 它呢 其实也可以说是RDZERO这个家族之中的 口粮鞋 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 那希望你们对Lightstrick ZERO有所了解了 那同时也希望你们记住开场的那一双 Riswick Pack 不单单是爱上它的配色 也要记住那些蕴含深处的意义 当然我还希望你们在即将到来的上海半马穿着这双春笋帽间的波顿十一 来一个好成绩 对速度 对突破 对胜利 埃达斯一直都非常的执着 而这个执着不仅源自于2004年那个突破人类极限的念头 它根本源自于1922年德国巴菲利亚黑作根奥拉赫的一位 对跑鞋有的执着热爱的年轻人Adolf Dassler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品牌基因 它不会随着时间而去改变 本期的Mac Report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